中餐 我们说说怎么吃 中餐很重要的是这个 工具 你看西餐是这个 中国人觉得这两个东西实在是太麻烦了 你知道外国人会觉得什么 这两个东西太麻烦了 我们先不说外国人 我先说一悲剧的统计 中国人吃饭中餐用中国筷子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吗 但是据我们的调研 真正会用中国筷子的中国人不到50% 最多50% 有一半甚至更多不会用 我们做过无数次的测试 什么叫会用 今天我来跟大家规范一下 标准的筷子 下面这一根是不动的 动只是动上面这一根 拇指食指中指控制上面这一根 然后可以随意的打开放下 打开放下 这叫会用 你可以加任何东西 有些朋友就是打不开 或者打开了合不上 对吧 另外除了会用和不会用这一说法之外 还有就是很多筷子的禁忌 第一个禁忌就是 我们吃饭 加菜 对吗 放盘子里 放嘴里 然后这个筷子的作用就结束了 暂时结束了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筷子放下来 再说话 或者不说话 或者把菜嚼了 对吗 很多朋友不舍得放这个筷子 拿着筷子捂来捂去的 加菜之后说 嗯 很好 非常对 你说的很对 小玩 你那个上一次 再拿拿拿 你看 他拿着筷子 只来只去 只来只去 然后捂来捂去 甚至有些人很恐怖 要么就拿着这个去挠头 要么就拿这个去挠头 哇 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超级恐怖 我有时候就觉得 第一是不卫生嘛 我说那你干脆挠耳朵得了 还有一种就是 我怕它飞出去 捂来捂去 会不会飞出去呢 有可能 对吧 所以一定记住 筷子是用来夹菜的 夹完菜 请你放下 放下就会有一个规矩 第一个 不要三长两短 三根长两根短很不吉利的 这个词本身就不吉利 它从哪里演变过来的呢 中国的棺材板 中国的棺材板是三根长两根短 所以一定要记住 你吃饭的时候 不要无意识的放成这样 如果无意识放成这样 怎么办 推一下 筷子是卵生兄妹或者兄弟嘛 对不对 一模一样长短 长得也一模一样 所以请你用手去推一下 推一下就行了 这要关注细节的 我们很在意气场 这东西没准 你要天天这样 天天三长两短呀 对吗 也很恐怖的 不要形成这样的气场 所以第一个 不要三长两短 第二 有很多朋友 加筷子是这样的 我不会用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方式 是 请你一定改 一夹菜就指着别人 就过去了 这叫仙人指路 我不会用 我一指别人我就不会加菜了 这是不可以的 菜夹到嘴里 筷子不舍得走 就不停地发出声响 这叫品珠留声 一定记住 放在嘴里赶紧拿出来 千万不要去 不行 不可以发出声响 哪怕吃面条 哪怕吃面 正式的商务宴情 你在家里说 老婆给我来一碗面 都可以 就像那个什么 那个小品 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 陈佩思对吗 都可以 但是真正的商务宴情 你试试看 你坐在那里 你也不吭气 哗哗哗哗 使劲 使劲的 劈了啪啦的 别人会很反感的 另外我提示一下 友情提示 就是 当别人粉条也好 或者菜心也好 吃到一半外面 还有的时候 请你不要跟他说话 这个时候是最尴尬的时候 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 跟你说话 而且又是领导 又是长辈 又是尊者 你就只能用你的牙 迅速地切断 拿水冲下去 然后说话 你不可以说 你不收桶子 或者 你说什么 有一杂堆在这里嘟着 不行 这些都是很恐怖的 刺不要之刺 直住寻城 迷住刨坟 意思就是 我不吃上面的 我要吃底下的 这叫刨坟 就拿着筷子 不停地刨 不行 有什么 比如说这个菜 转过来了 对不起 你只能吃这边 你连这边的都不能动 你说 那边我想吃怎么办 没得吃的 真正的杀务宴请 不是以吃饱为主的 是谈事为主的 所以不可以那么 无趣的说 我要吃你那个菜 来给我点 不行 有什么仅仅是前面的 仅仅你面前的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 泪住遗珠 意思就是撒得到处都是 流泪了 尽可能 比如说无意识撒了 你有餐布对吗 有餐巾 有纸 纸巾 尽量的擦干净 让服务员收走 第六个就是 什么叫当住上香啊 你自己可能不会做 但是你们家孩子容易 比如说米饭 你们家儿子冲着你说 我不吃了 棒 筷子就插上去了 这叫净鬼神用的 千万不要动不动 就往米饭上 汤碗肯定插不动 一般都是馒头上插一个 孩子喜欢玩 这种习惯是不要的 这叫上香 互相抢食 筷子打架 其实说的没有那么过了 我们不可能去抢食嘛 但是很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两个同事看上一块肉 都看上那一块了 我们俩无意识的过去了 这也叫筷子打架 原则上 赶紧都收回来 而且原则上是 转三圈 你都不要动那个肉了 但是原则归原则 我就怕 你说三圈了 我再去吃那块肉 对方也三圈了 你们俩又碰上了 对吧 原则还是归原则 事实上就是 不要再冲着那一个地方去了 吃点别的可以吗 筷子打架 不要执着说 我先看见它 我一定要吃 商务宴请 不要出现这样的纠纷 最后一个 越界加菜 什么叫越界加菜 对吗 我家 我这边这边的 隔壁隔壁的 这都是有问题 所以我要严格规范一下 中国人吃圆桌 对吧 圆桌 如果没有转盘 我强调一下 没转盘的情况下 放了一桌子菜 从里到外 里三层外三层一桌子菜 你到新疆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大盘鸡 羊肉 披露啪啪放一大桌子 请问你能吃几道 遇到这样的情况 三至六道菜 什么意思呢 三道的原则非常正确 面前一道 两边两道 这叫三道菜 别忘了 我说的是盆满 拨满的前面还有 那前面三道 叫六道菜 三至六道菜 够吃了 对吧 你说哎呀你对面的那个菜很好吃哦 回家自己点着吃 不可以像我刚才那样说 给我吃点 要饭 第二个 圆桌 有转盘 是不是大部分情况都有转盘呀 你能吃几道 三道 正面两边 对吗 然后你如果前面还有 可以尝试 为什么说的有道理 很多朋友告诉我说 有转盘就都能吃嘛 这个答案完全不正确 因为有些时候有 有些菜跟你完全没缘分 一顿饭都转不到你面前 对吗 你特别想执着的说 我特别想吃那道菜 我想把它转过来 当你当那道菜快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个咸猪爪 啪又给转走了 你控制不了的 对吧 哪怕你用点小心思 说我想吃你对面那道菜 我跟你讲 我说 假定你姓王 小王 这道菜特别好吃 来你尝尝 我把我的菜转给你了 顺便的把你的菜就转给我了 对吧 我原以为我这么计划挺好 但是突然 有人拦腰 停 或者再转 还是吃不到 所以转到你面前的三道菜 有些时候特别悲惨 就是总是那三道 对吧 你吃完了 然后在那里吃 然后在那里说话 一抬头还是那三道 其实人家都转了好几圈了 又回来这三道 真的有这种情况的 对吧 所以不是你的菜 跟你没有有缘分的菜 请你不要吃 不要执着 想办法有时候也没用 这是筷子里 八不要